搞现来源足球报 记者陈伟报道 联赛5连败 主场3连败 上轮联赛1比6 被同城对手上岗携席 联赛击分24分 球队有降级的危险 在这样的前提下 申华迎来了汉鲁能的补赛 最终0比0占平了对手 关键的1分 支柱了继续下滑的势头 这1分真是救命 赛后一位申花队内人士说 瓜林复出天满下半场 上轮得比 莫雷诺在半场休息的时候 被换下 这成为申花的转折点 最终缺少队长的申花1比6输球 赛后 吴金贵直言队长对申花的重要性 莫雷诺的腿部有点拉伤 这样激烈的比赛 我不敢再冒险让他踢 三天后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比赛 吴金贵口中的重要比赛 就是这场汉鲁能的补赛 其实莫雷诺能否在这场比赛登场 在赛前还是一个疑问 由于受到国家对比赛日的影响 在返回上海之后又没有好好修整 因此 他的大腿出现了不适 此外 韩国外援金鸡锡的内收鸡也出现了问题 他在周一还去医院做了检查 不过两人的求战欲望都很强烈 因此对阵鲁能的比赛 两人都出现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 他们也成为这场比赛 申花仅有的两位首发外援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 在刮林做上了替补习自客场和苏宁的比赛之后 刮林一直处于养生的阶段 这场补赛对两队都很重要 申花想要在主场拿三分来摆脱进来连败的阴影 而鲁能近期则是遭遇了三连平 眼见汉雅官资格欲走欲远 鲁能也想在客场拿下这场比赛 不过两队在比赛中却0比0占平 虽然打平 但是一分对两队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申花止住了连败的势头 虽然没有获得三分 但是这一分对申花来说非常宝贵 此外 这也是申花进12轮连赛首次临风对手 上半场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但运气上差点 但我跟队员讲 只要努力了 运气会导向我们一边 对于我们来讲 直跌非常重要 我们会慢慢走出困境 慢慢会让大家看到一支不一样的生花队 吴金贵说 对于球队0风对手 吴金贵也表扬了球队 一个靠组织 一个靠全队的互相协作 不遗余力的拼抢 赛前我们也做了积极的准备 首先防住配来的一点 还有就是塔尔德利的后插上 以及薅俊敏的原设 这场比赛深花的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瓜林的付出 刺意 瓜林在下半场登场打满了下半场45分钟 对于自己的付出 瓜林十分开心 最重要的是球队止住了连败 他的登场也让球队在中场的组织更加有序 防守端也增加了实力 付出比赛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之前的伤病很复杂 这场比赛贴满了下半场 虽然说没有拿下比赛 但我们并没有输 因为之前的比赛都打得不好 拼局给了我们喘一口气的机会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好的表现 对于瓜林的付出 吴金贵点评说 瓜林前一段训练不正常 高强度对抗很困难 但他毕竟是有经验的球员 他的经验弥补了他身体的情况 经过这半场球 他会对于他的伤情更加放心 本来今天打算让他打30分钟的 但今天整整让他打了45分钟 莫雷诺依旧是针对魂 值得一提的是 生花这场比赛展现了 完全不一样的精气神 而队长莫雷诺在场上 更是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全场比赛 莫雷诺的身影遍布攻防两端 作为攻击型球员 莫雷诺在防守端奉献了一次抢断 一次拦截一次解围一次封堵 射门的数据不遗余力的奔跑 也获得了生花球迷最热烈的掌声 在比赛第77分钟 莫雷诺甚至还高速奔跑近80米 连抢三人 给鲁能的后方施加了足球的压力 赛后的一张热点图 更是显示莫雷诺的身影遍布 全场各个角落如此表现 堪称生花对魂 其实在比赛第80分钟的时候 莫雷诺就已经出现了体能透支的情况 从这个时候到比赛结束的时候 莫雷诺三次向教练席询问比赛 剩余时间希望自己可以换下 但是最终都被否决 赛后对于这一分利率称很关键 一分很关键 我们止住了下滑的势头 随着伤病球员慢慢回归 我们相信在无指导的率领下 生花会慢慢走回正轨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摆正位置 同时 利帅也指出了 生花近段时间表现低迷的一个原因 前面缺少马丁斯 对我们的进攻还是有影响的 其实我们人员能力还是可以的 关键就是前一阵踢的太散了 但是这场比赛 生花的面貌不能说焕然一新 但有了最起码的改变 从进阶场次的表现来看 马丁斯的缺席确实给生花的进攻带来了影响 虽然生花本场比赛零封对手 但是近六场比赛 生花仅仅打进了二球 这场比赛 生花作为主队 只有九次射门 比鲁能的打门少六次 控球率也只有48 百分之六 进攻主导率更是不到四成 只有38 百分之二 三次角球远落后于鲁能的时刻 对于球队进攻乏力 吴金贵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球队缺少运气 上半场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运气上差点 但我跟队远讲只要努力了 运气会倒向我们一边 所幸的是马丁斯很快就能复出 不出意外 他能够赶上足鞋杯 和身心的足鞋杯 半决赛次回合比赛 这场比赛 生花球迷在整个上半场 全部选择静坐 他们没有给予球队助威声 红厚足球场 也只能听见远道而来的鲁能球迷 呐喊声 这是因为生花球迷对球队 近期表现不好的一种寻泄方式 对于球迷上半场拒绝助威的行为 吴金贵也表示理解 球迷有他们的选择 我希望虹口还能一如既往的看到蓝色的海洋 我们需要第12人的支持 球队会支持而后勇 逐渐走出泥潭 打完这场比赛 生花将会在周六迎来主场和福利的联赛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对生花来说不言而喻 如果赢球球员的自信心无疑会得到提升 对于接下来的足协杯半决赛也有帮助 但如果输球恐怕生花的日子仍然不好过 我信心无疑会得到 好 互相互的扣